5、4、3、2、1 与半个世纪前上一次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比 美国NASA现在正在进行的重返月球阿提米斯计划可要复杂得多 想要弄懂阿提米斯计划 我们先从名称开始说起 这一次NASA挑选阿提米斯作为重返月球计划的名称 可以说是饶富生意 因为在希腊神话中 阿提米斯本身就是月神 加上在希腊神话里 她还是阿波罗的孪生姐姐 因此上一次登月用阿波罗 这一次刚好拿孪生小姐姐的名字 来当作登月计划的名称 另外为了打破以前登月都是白人男性的状态 这一次重返月球计划 除了要让一位非白人其他族裔男性登上月球 还打算将一位女性太空人送到月球表面 因此挑了女神的名称也比较容易了解 阿提米斯除了要把人类再次弄上月球 还打算在月球上建立长期研究驻扎的句点 并在还月球轨道建立补给支援的月球门户空间站 未来还计划将这些月球和还月球设施 作为登陆火星的前进基地 这明显比当年的阿波罗计划有更大的企图心 但也因此大大加深阿提米斯计划的复杂性 相较于过去阿波罗计划是由美国一手主导 新的阿提米斯登月计划 目前有16个国家签约参与并有可能继续增加 尽管美国NASA还是负责统筹 但多个国家的民间包商与学术机构都牵扯在内 因此阿提米斯要协调的事项相当多 必须要按部就班分阶段进行 才能逐步实现重返月球 进而登上火星的梦想 NASA希望在2022年可以开启阿提米斯第一阶段 对登月火箭SLS与猎户座太空船 进行首次无人飞行遥控测试 猎户座太空船在环绕地球轨道后 将通过推进器加速脱离地球引力 然后投入月球引力范围 进行所谓的地月转移飞行 并在绕行月球多天以后重返地球 整个任务时间介于26到42天 预定于2024年展开的阿提米斯第二阶段 将会更进一步 安排四名太空人搭乘猎户太空船 在绕行月球后返回地球 这是阿波罗计划之后 人类首次的环月飞行 任务为期约10天 接着第三阶段将进入载人 重返月球的重头戏 这时阿提米斯计划会先安排 SpaceX的加大推力 Starship太空船 先将登月降落载具 运送到环月球轨道门户空间站 然后四名太空人会搭乘SLS火箭升空 乘坐猎户座太空船 抵达环月球轨道的门户空间站 在进行对接后 这时四名太空人中的女性太空人 与一名其他族裔太空人 将会转移到登月载具上 然后搭乘登月载具降落月球表面 并在月球表面待上六天半 另外两位太空人将会待在 环月门户空间站上 一旦那两位太空人完成登月任务 返回环月门户空间站以后 四位太空人会一起搭乘 来时乘坐的猎户座太空船 脱离月球轨道返回地球轨道 然后突破大气沉降落在海上 这个阶段预计在2025年进行 但因为事关登月成败 必须小心谨慎 以前面进度被拖延来看 若是未来受到推迟 也不会让人意外 整个任务预计为期30天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 阿提米斯计划将使用功率更大的 新型SLS-1B火箭 运送四名太空人到 环月球轨道门户空间站 进一步加强空间站的建设 阿提米斯进入第五阶段以后 将加强月表基础设施建设 为未来长期研究驻扎建立据点 阿提米斯计划 与阿波罗计划之间其中一个最大 不同点是新计划打算建立环月球门户空间站 作为登月中转 这样的设计必要性 遭到不少质疑 也引发太空圈内部的激烈辩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现今阿提米斯计划在太空载具规划上 比当年阿波罗计划复杂得多 当年阿波罗计划前后安排太空人 六次登上月球 用的是同一型号火箭 采用同样形式的太空船与登月小艇 这样的安排相对省钱 阿提米斯则光是火箭就用好多种 除了研发不同型号的SLS火箭 另外还打算利用SpaceX的 大功率Starship火箭 以及猎鹰载重火箭 来运载设施与货物 太空船方面 也由NASA自己的猎户座 SpaceX的天龙太空船 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 至于用来降落月球的载具 也会区分为载人或载货不同的种类 这样的安排设计 让阿提米斯的花费是不断扩增 犹如天文数字 光是2020到2024计划就编列350亿美元 未来还会继续增加 这也对美国的经济和财政 形成巨大的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星了一 stability 三个月 二者数字幕 星了一年 三个月 三个月